在经过了一天的发酵之后 陈冠希对林志玲发起的骂战攻击也逐渐冷却 除了陈冠希的死忠分之外 评论几乎一领导的偏向林志玲 其圈内好友王林 马天鱼以及老板邱黎宽等 都纷纷发声明力挺志玲姐姐 而从此次无缘由的骂战最终似乎只能得到一个总结 就是 无理志玲姐姐的情商果然是高到感人 而今天本老决定带领广大的绿茶好好研究 志玲姐姐是怎样练成的 林志玲修理手册米吉一 对媒体永远彬彬有礼 说起志玲姐姐的彬彬有礼 绝对是圈内派的共识 出道多年以来 几乎从未得罪过媒体朋友 就连此次被陈冠希突然人身攻击 在记者致电林志玲经纪人采访之后 还体恤记者并致见称 这么晚了还要劳烦处理新闻 辛苦您了 这样贴心的团队 一定也是受到了志玲姐姐的影响 林志玲修理手册米吉二 用真心对待每一位合作过的迷信 主要演员于 志玲姐姐的情商一直在线 从未断片 与她合作过的每一位演员及嘉宾 都对她好评满满 就算是和男神梁稍伟 或者是黄渤一起拍戏 他们的夫人也都对林志玲十分放心 因为她实在是一个太安全的存在 在快乐大本营某一期录制中 林志玲甚至脱下自己的鞋给无信 光着脚为她找搭配的服饰 这完全不合我们无信的身心 我们今天在找鞋的时候找不到 而在某真人秀节目中 志玲姐姐更是毫无女神包袱 对初次相遇的每一位小伙伴 都给予了热情的拥抱 甚至一秒变身女汉子 扛起三个心理相前行 而在与北川仅次共同上节目时 下楼梯不仅会贴心地牵着对方的手 更会礼让让对方先走 林志玲修理手册秘籍三 放低自己捧到他人 林志玲与小S是多年的好友 但是因为林志玲实在太美 所以小S从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挖苦林志玲的机会 然而对于这一切 志玲姐姐却从来都非常给面子 配合小S 并且在小S面前 永远把自己放低 大家好 我是志玲 对你是排名第二的广告女王 对我看你第二 你怎么有脸杂排名第二 北方姐第三啊 真的啦 随低 但是 第一名的小S 所以大家以后不要再说我曝光过度了 不要说我代言过多 第一名在这边 你就一起了吗 三香没有多了 要做假 我们要做假 而多年以前 林志玲与纳英初次在饭局相遇 为了不让纳英下不了台 更是不顾喝了酒后会全身过敏的自己 陪纳英一饮而尽 当然 之后几天的志玲姐姐 也因此红肿到你无法想象 那么大一杯我喝了 其实我喝以后在那儿我还这样 我一看 你得到我那里为什么不喝 他就那个表情 然后 我当时就觉得说 你装什么你装 他喝完那下场就是坐在那儿就开始 痒痒了 你应该在这里自己心肝三杯 他说是 下次是伟金的时候一定有机会 就等他吃饭 林志玲修炼手册秘籍4 云淡风轻笑对质疑 被称关西炮轰之后 如果换作常人 早已怒不可遏 然而志玲姐姐的反应 却居然不是生气 而是困惑 之后更是在微博吐露心声 称 原谅就是解脱 其实 自志玲姐姐出道以来 外界对她一直充满各种质疑 更是因为泰迪亚一度成为女性公敌 但不甘愿身上永远被贴着花瓶的标签 她在电影中不断尝试各种类型的角色 美女能演 婆妇同样也演得若母三分 而毕业于中龙多大学 真正拥有高学历 并且修到了美术史和经济学双学辈的她 却从不炫耀自己的学识 在面对观众对于自己学历的质疑时 回应得更是完美 我们刚才看新闻 就是关于你的学历 有什么情绪质疑的 不知道怎么样 可能一开始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一个学生实在很久了 可能一刚开始踏入这个圈子 我觉得大家在不认识室里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包括质疑声 那我觉得一个艺人 一踏进这个圈 第一堂课要学的就是 接受所有正面和负面的声音 包括质疑声 那如果心里踏实 一切就告诉大家 好好说就好 林志玲修理手册米级舞 无可复制的林志玲 无论是嗲嗲的志玲姐姐 还是景商永远在线的林志玲 其实都是无可复制 并且从未被人超越的 在圈内多年 虽几乎一直都是以零差评存在着 从来没有媒体或者艺人 对她有过非议 以自己的正能量和谦卑的态度 默默地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 和观众们 这样的志玲姐姐 是被预料圈永远需要着的 正能量楷模 忘过了新闻 被志玲姐姐宣坟 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呢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